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状况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中国工业利润同比增长3.5% 达到3.51万亿元人民币 然而 分析师警告说 补贴 产能过剩 出口不确定性和消费需求低迷 可能会影响下半年的持续复苏 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娱乐业的最新动态 根据美国编剧工会的报告 去年电视和电影编剧的收入下降了6.03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长达148天的罢工和电视业的缩减 这次罢工导致了电视节目数量的大幅减少 从600部减少到516部 最后 我们来听听一对夫妇 在LBNB上的租房经历 他们最初在肯塔基赛马节期间 出租房屋已支付三个月的房贷 并逐渐投资于其他房产 然而 他们发现 租房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需要处理客人 清洁和维护问题 最终在2023年 卖掉了最后一处LBNB房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上半年的工业利润 同比增长3.5% 达到3.5亿万亿元人民币 约4850亿美元 主要受益于强劲的出口 然而 分析师指出 补贴 产能过剩 出口不确定性 和消费需求疲软等因素 可能会影响下半年的持续复苏 尽管第二季度的4.7%增长 引发了对全年目标达成的担忧 北京仍坚定承诺 实现202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出口成为支撑工业利润增长的唯一支柱 但内需不足仍是利润改善的主要障碍 法国投资银行 NateXi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Alisha Garcia Herrero表示 补贴在利润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她警告称 中国需要找到更多的企业利润来源 否则利润增长可能在中期内难以持续 雅虎美国报道 由于美国编剧工会Ogre的148天罢工和行业缩减 去年电视和电影编剧的收入下降了6.03亿美元 约32% 2023年编剧收入降至12.9亿美元 经通胀调整后 这是自2007至08年罢工以来的最低水平 就业人数也下降了19.5% 至5501人 创下2014年以来的新低 Ogre西部分会的年度报告显示 行业缩减和公司拒绝谈判公平协议 导致了这次5个月的罢工 报告还指出 罢工前的2022年 编剧就业达到历史最高峰 收入也创下记录 2023年 编剧的残值收入达到5.985亿美元 比2022年增长3.5% 罢工期间 Ogre西部分会向其成员提供了困难贷款 并在新合同中获得了多项待遇改善 包括工资增长和AI保护措施 雅虎美国的另一篇文章 讲述了一对夫妻在Airbnb上出租房屋15年的经历 这对夫妻在Airbnb诞生前就开始出租 他们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房子 最初的目的是在赛马节期间赚取额外收入 随着Airbnb的出现 他们成为了早期的用户 并逐渐扩大到在底特律和路易斯维尔 购买多处房产进行短期出租 然而 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收入来源 需要大量的工作和担忧 包括清洁 管理日历 处理客户问题和担心停价 最终 随着竞争家具和Airbnb价格折扣的压力 他们在2023年卖掉了房子 转向了更稳定的长期出租 这篇文章提醒想要进入短租市场的人 要谨慎 确保合法性和竞争力 并考虑到潜在的风险和工作量 BBC报道 Senate区议会正在考虑向拉姆斯盖特港口 再投资412万英镑 这笔资金将从两个其他的平衡项目中转移过来 如果计划获得批准 总预算将达到720万英镑 新的资金将来自于355万英镑的渔业设施改进项目 和57万英镑的过夜住宿项目 议会计划将450万英镑提供给未来的港口运营商 用于必要的基础设施改造 以确保港口的正常运营 作为回报 运营商将获得20年的租赁期 并有可能延长5年 议会领导人Rick Everett表示 港口对Senate和整个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次投资将有助于港口实现财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并为英国的货运物流提供额外的弹性 Yahoo US报道 亚利桑那州的彩票游戏 为追求大奖的玩家提供了多个选择 包括Powerball Mega Millions The Peak Triple Twist Fantasy 5和Peak 3等 最近的Mega Millions和Powerball奖持金额 创下了美国彩票历史的前十名记录 亚利桑那州的彩票收入 用于资助高等教育、卫生和人类服务、环境保护 以及经济和商业发展 7月26日的Mega Millions开奖结果为 02 14 33 58 65 Mega Ball是03 Mega Player是3 Peak 3的开奖结果为 58 1 玩家可以在亚利桑那州的彩票零售商处 兑换高达599美元的奖金 超过599美元的奖金 可以通过邮寄或亲自到亚利桑那州的彩票办公室领取 Jack Pocket是亚利桑那州彩票的官方数字彩票快递服务 允许玩家通过手机或电脑购买和管理彩票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新一批学生和人才移民的涌入 香港的租金可能会飙升至创纪录水平 美联物业预计 今年香港的租金将上涨8% 6月份的平均月租金为每平方英尺36.76港元 仅比2019年6月的峰值低4% 预计今年内将刷新记录 租金已连续4个月上涨 达到5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而销售价格则有所下降 租金在今年前6个月上涨了2.6% 而美联物业价格指数在同一期间下降了2.9% 香港的学生签证批准数量从2019年的48%增加到去年的62100个 由于需求增加 香港的出租物业数量减少了23.5% 即4400个单位 至7月初的14338个单位 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局预计在9月首次降息 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新一波购买力 最近 一名来自内地的学生在大脚嘴租了一间206平方英尺的工作室 每月租金为13200港元 年租金一次性支付 所有十大主要住宅区的租金与去年12月相比都有所增加 其中东冲的加州海岸录得最大增幅达到12.3% Nike Asia报道 李约热内卢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 耶伦在接受Nike独家采访时表示 日本为支撑日元所做的努力 不同于美国长期关注的故意削弱货币的行为 耶伦在巴西参加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期间 与Nike进行了对话 多年来 大家一致认为使用国内工具 货币和财政政策来促进国内需求是可以的 耶伦补充道 但我们不应该使用以零为贺的政策 他指出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同时表示我们相信市场决定的汇率 干预应该是罕见的 日本在2022年9月首次直接干预货币市场 24年来首次以加强疲软的日元 今年4月和5月进行了进一步干预 最近日元跌至37年来最低点161日元对1美元之后 有猜测认为本月可能再次干预 耶伦评论说 他理解日本在2022年采取行动的理由 日本政府向我们解释了他们看到了波动性 耶伦说 在短时间内有相当大的变动 显然不是由任何基本变化驱动的 Nike Asia报道 李约热内卢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 耶伦在接受Nike独家采访时表示 日本为支撑日元所做的努力 不同于美国长期关注的 故意削弱货币的行为 耶伦在巴西参加20国集团财政部长 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期间 与Nike进行了对话 多年来 大家一致认为使用国内工具 货币和财政政策 来促进国内需求是可以的 耶伦补充道 但我们不应该使用 以零为贺的政策 他指出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同时表示 我们相信市场决定的汇率 干预应该是罕见的 日本在2022年9月 首次直接干预货币市场 24年来首次 以加强疲软的日元 今年4月和5月 进行了进一步干预 最近日元 跌至37年来 最低点161日元 对1美元之后 有猜测认为 本月可能再次干预 耶伦评论说 他理解日本在2022年 采取行动的理由 日本政府向我们解释了 他们看到了波动性 耶伦说 在短时间内 有相当大的变动 显然不是由任何 基本变化驱动的 Nike Asia报道 李约热内卢 美国财政部长 珍妮特 耶伦 在接受Nike 独家采访时表示 日本为支撑日元所做的努力 不同于美国长期关注的 故意削弱货币的行为 耶伦在巴西参加20国集团财政部长 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期间 与Nike进行了对话 多年来 大家一致认为 使用国内工具 货币和财政政策 来促进国内需求是可以的 耶伦补充道 但我们不应该使用 以零为贺的政策 他指出 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同时表示 我们相信市场决定的汇率 干预应该是罕见的 日本在2022年9月 首次直接干预货币市场 24年来首次 以加强疲软的日元 今年4月和5月 进行了进一步干预 最近日元 跌至37年来 最低点161日元 对1美元之后 有猜测认为 本月可能再次干预 耶伦评论说 他理解日本在2022年 采取行动的理由 日本政府向我们解释了 他们看到了波动性 耶伦说 在短时间内 有相当大的变动 显然不是由任何 基本变化驱动的 Yahoo US报道 爱国者队训练营的第三天 年轻球员们 展示了他们的潜力 Joe Milton用一记 60码的传球 找到Javon Baker 完成达阵 Drake May 与Jalen Pock的连线 也引发了观众的欢呼 新秀接球手Pock 在前两天错失机会后 终于在第三天 抓住了一个深远传球 而Baker也表现出色 接住了一记60码的火箭传球 防守方面 Matt Juden在场上表现活跃 甚至拦截了May的传球 并返回达阵 尽管如此 May的表现仍有波动 他犯了假启动错误 并被Juden拦截 Juju Smith-Schuster 和Antonio Gibson的表现 也不尽如人意 前者在接球时摔倒 后者则连续三天缺席训练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Gilbert Brace和Michelle Millard 在疫情和利率上升的双重打击下 决定从墨尔本东南部的Baxter 搬到VN 一个五小时车程外的小镇 这个决定 让他们从8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 和高额房贷中解脱出来 卖掉Baxter的房子后 他们用25万美元 在VN买了一套三居式房子 并清偿了债务 VN的房主比例高达51% 远高于维多利亚州 和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 搬到VN后 Grace和Millard不仅摆脱了财务压力 还享受到了更多的社区参与 和个人满足感 Grace现在每周只工作10小时 剩余时间用来志愿服务 而Millard也在寻找志愿管理职位 Yahoo!US的一篇文章 揭示了美国人在退休储蓄方面的现状 根据Northwestern Mutual的调查 平均每个人认为 需要146万美元才能舒适退休 但实际上 只有9%的美国家庭 拥有50万美元或更多的储蓄 尽管如此 46%的家庭有一定的退休储蓄 其中26%拥有10万美元或更多 根据4%的规则 50万美元的储蓄 每年可以提取2万美元 加上平均每年2万2千美元的 社会保障金 总共约4万2千美元 勉强可以覆盖基本生活费用 尽管如此 近40%的美国人认为 50万美元足以舒适退休 文章建议 定期向退休账户存款 利用雇主匹配和探索其他投资选项 可以大大提高退休生活的质量 Yahoo!US报道了最新的诈骗手段 涉及到北卡罗来纳州收费公路的虚假欠费短信 这些短信要求收件人点击链接支付所谓的欠费 否则将面临额外费用或罚款 然而 北卡收费公路管理局表示 这些短信和网站都是假的 管理局从未通过短信请求支付费用 并提醒公众 合法的收费支付 网站是www.ncquickpass.com 联邦调查局 FBI在4月份发出了警告 称这种诈骗手段被称为smishing 即通过短信进行网络钓鱼 目的是又使人们下载恶意软件 分享敏感信息 或向网络犯罪分子汇款 FBI建议收到此类短信的人 通过其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 提交投诉 并采取措施 保护个人信息和财务账户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华尔街因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而动荡不安 过去两年 纽约证券交易所因人工智能的前景 而经历了几乎不停的上涨 尤其是集中在七家科技巨头 NVIDIA Amazon Microsoft Google Meta Apple 和Tesla 然而 最近这两周 这种热潮开始消退 首先是特朗普未遂暗杀事件后 市场出现了回调 然后 随着拜登宣布不再参选 市场认为 选战将更加激烈 导致科技股短暂回升后 再度暴跌 纳斯达克指数 经历了18个月来的最大跌幅 尽管人工智能的潜力巨大 但市场对其过度乐观的情绪 开始受到质疑 投资者现在要求看到实际的业绩 任何业绩不佳 或未能兑现承诺的公司 都可能遭遇严重抛售 此外 美国即将实施一系列降息措施 这将使其他滞后于 华尔街热潮的股票 更具吸引力 投资者可能会重新平衡投资组合 减少对科技巨头的依赖 Nike Asia报道 东南亚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在2024年上半年 筹资额下降了60% 原因是 利率上升和政治过度 使投资者变得谨慎 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东南亚 IPO筹资总额为15.4亿美元 同比下降62% 印尼的筹资额下降最为显著 下降了90%至2.54亿美元 上市数量减少了30% 这一趋势 与印尼的政治过度有关 许多投资者 在等待新政府的政策明确后 才采取行动 泰国的泰信银行 成为上半年筹资最多的公司 筹资2.06亿美元 马来西亚则应对初创企业的支持扩展 而在上市数量和筹资额上有所增长 棕榆油生产商柔佛种子集团 筹资1.56亿美元 成为该地区第二大IPO 尽管菲律宾只有两次IPO 但筹资总额同比翻倍 总体而言 东南亚的IPO市场更多地偏向于 本地运营多年的中型公司 风险投资支持的初创企业较少 专家认为 由于高利率将资金从新兴市场吸走 东南亚的IPO环境在今年内不会恢复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集合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